第二十三集 一件事放了学也没回家 正在教师一角看花花公子 感觉有人站在面前 抬头一看 童元的嘴角挂着不明所以的笑容 童元是他的同班同学 然而生上二年级快两个月了 他们却几乎没有交谈过 有艳不算怕生 已经和大多数同学混熟了 童元身上却有一种 刻意与人保持距离的气质 今天有空吗 这是童元的第一句话 有啊 有个挺不错的工作 你要不要试试 只是跟女人说说话 就能赚一万元 怎么样不错吧 就只说话 要是有兴趣 五点到这里 童元给他一张便条 纸上的地图标示的店 就是刚才那家 咖啡专卖店 对方那三位 应该已经在那里等了 童元不动声色地 对友燕和村下说 离开咖啡馆之后 他们搭上地铁 车上没有什么乘客 空位很多 但是童元却选择站在门边 似乎是不想让别人 听到他们的对话 客人是谁啊 名字不能讲 就叫他们 懒懒好好 美术好了 说了去年解散的 三人偶像团体成员的昵称 童元贼贼地笑了笑 别闹了 你答应要告诉我 我可没说连名字都要说 还有 你别搞错了 两边都不说名字 是为大家好 我也没讲你们的名字 那我再强调一次 不管他们怎么问 绝对不能把真名和学校 告诉他们 童元的眼里 射出冷酷的目光 游燕顿时畏缩了 要是他们问怎么办 跟他们说笑名是秘密啊 名字随便用个假名就是 不过我想不会有自我介绍这种事 他们不会问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 游燕换了个方式问 不知为何 童元的脸色稍显和缓 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应该说是有点无聊的少奶奶吧 既没有嗜好也没有兴趣 一整天难得说一句话 闷得很 老公也不理他们 为了打发时间 想和年轻人聊聊天 童元的描述让友燕想起 不久前相当卖座的色情片 公寓郊七 他脑海里浮现出部分画面 尽管他并没有看过 光说话就能有一万元 我总觉得奇怪 世上怪人多的事 不必放在心上 人家既然要给 就不必客气 收下就是了 那为什么要找我和村下啊 因为长得帅啊 这很用问嘛 你自己不也这么想吗 童元直接了当地说了出来 友燕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的确认为 自己凭长相 要进演艺圈并不是什么难事 对自己的身材也很有自信 我不是说了吗 这不是谁都能做的工作 童元说着 像是同意自己的话似的点了点头 你说过他们不是老太婆 村下好像还记得 童元在咖啡馆里说过的话 确认似的说 童元别有意味的笑了 不是老太婆 她也不是二十几岁的少妇 三四十了 跟那种大婶说什么才好 友燕打从心底担心 这种事你用不着去想 反正只会讲些没营养的 对了 除了地铁把头发梳一梳 喷点发胶 免得弄乱了 我没带那些东西 童元打开自己的运动背包 给他看 里面有梳子和发胶 连吹风机都带了 既然要去 就打扮成超级帅哥秀一下吧 童元仰起了右嘴角 他们在南波站从地铁玉塘金线 换成千日前线 在西长枯站下车 有燕来过这里好几次 因为中央图书馆就在这一站 一到夏天想利用自习室的考生 还得排队入场 他们从图书馆前面经过 又走了几分钟 童元在一栋小小的四层公寓前停下 就是这里 有燕抬头看建筑物 吞了一口口水 觉得胃有点疼 你那什么表情 那么强 听到童元的苦笑 有燕不禁摸了摸脸颊 公寓没有电梯 他们爬楼梯到三楼 童元按了三零四室的门铃 喂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 是我 开锁的声音随即响起 门开了 出现一个穿着林口敞开的黑色衬衫 辉煌格子裙的女子 手还把着门半 她个子娇小 脸也很小 留着短发 童元笑着招呼 你好 你好 女子回应着 她眼睛四周化了浓妆 耳唇上还挂着鲜红色的圆形耳环 虽然已经尽力修饰 但看起来果然不像二十几岁 眼睛下方也已浮现小细纹 女子把视线移到有燕她们身上 有燕觉得女子的目光 如复印机的曝光灯一般 把她俩快速地从头到脚扫描了一遍 然后女子对童元说道 你朋友啊 是 两个都是帅哥吧 请进 听到她的话 女子呵呵地笑了 把门打开了一些 有燕跟着童元进入室内 进了玄关 就是厨房间餐厅 里面有餐桌和椅子 但是除了一个固定的架子 连碗柜之类的东西也没有 也没有看到烹饪用具 一台个人用的小冰箱 和放在上面的微波炉 也毫无生活气息 有燕推测 这套房子平常没有人住 只是租来别有她用 短发女子打开里面的 和室拉门 屋里有两间六叠大的和室 但是隔间的拉门已经移除 形成了一个细长的房间 房间尽头有一张简易铁床 房间中央有一台电视 前面坐着另外两名女子 其中一个很瘦 棕色头发扎成马尾 但针织长裙的胸部丰满的隆起 另一个 穿着牛仔迷你裙 上身套着牛仔外套 圆脸旁 极尖的头发烫成大波浪 三个人中 她的五官看起来最平板 不过这可能是 其他两个人装太浓的缘故 怎么这么慢呀 马尾女子对童元说道 不过并不是生气的语气 童元笑着道歉 对不起 因为有些事情要一步步来 什么事情 一定是解释 在等她们的是什么样的大婶 对不对 怎么会呢 童元踏进房间 在塌塌米上盘腿坐下 然后以目光示意有艳 她们也坐下来 有艳和村下都坐下后 童元却立刻起身 让位给短发女子 这么一来 有艳和村下 便被夹在三个女人之间 请问三位喝啤酒好吗 好呀 你们两个 啤酒可以吗 不等有艳她们回答 童元就进了厨房 随即传出开冰箱 拿啤酒瓶的声音 马尾女问有艳 你尝喝酒吗 偶尔 酒量好吗 不太好 有艳带着和善的笑容摇了摇头 有艳发现 女人们在交换眼色 但她不知道 女人们 是什么意思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优优独播剧 potato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